挑战回收猖鬼 只用一个炮台养满级魔术师 先选个皮肤 选哪个呢 哦对 篮球小子吧 再买点道具 够了够了 开始游戏 又匹配到这个最弱的猎猫者了 一地图怎么又多了两个房间 不管了 赶紧找个房间发育去 这局猎猫者蛮给力的 三级就淘汰了一个队友 接着队友变成猖鬼 过来挠我了 到一个炮台 升到喷射水枪 等猖鬼快逃跑的时候 使用吞鬼瓶 直接成功回收 接着猎猫者 也把我下边的队友淘汰了 变成了猖鬼 在这里用他的头再挠门 然后又被打得屁颠屁颠地跑了 我在我放屁 不知道把裤子绷了几个的时候 终于猎猫者和猖鬼合力之下 淘汰了第三个队友 我看着队友的房间有点乱 我就帮他收拾了一下 回去看到猖鬼在踢我的门 我反手又升了一级的门 再把炮台升到驱魔气泡机 当我准备回收他 他升到了九级 竟然没有恢复血 然后就被我回收了 接着我刚好造了四个维修台和能量罩 猎猫者过来挠我了 先把门升满级 炮台就不升级了 先养着猎猫者 无聊去升一下游戏机 就这样养到了十一级 这时把冰箱倒刺 加速器和电磁圈造出来 接着猎猫者升十二级 直接把炮台升满级 他被我打跑后恢复完血 却把我队友淘汰了 队友刚变成猖鬼出来 就被我击败了 然后猎猫者过来 挠我升到了满级 我造了一个捕捉网 他逃跑时 把他网住了两秒 接着就被我击败了